今天下午大雨在全岛多个地点 引发了突发性的淹水 一名Facebook用户 上载了牛车水珍珠芳 早前积水的画面 可以看到雨水从屋顶进入大厦内 覆盖了商场的地面 史密斯街的一个停车场 也积了水 司机受困 公用事业局推文表示 克利路和联邦巷发生突发性淹水 造成一些车道关闭 积水在一小时内消退 环境局早前已经发出了大雨预警